所谓脚胎是将两种以上不同颜色的瓷土 搅揉在一起做出胚型 最后烧制而成的陶瓷 脚胎的工序比一般陶艺还要繁琐 每件作品都难能可贵 而书生嘉义的曾淑禅 更创造出了独门的脚胎工法 因此国立中正大学艺文中心 希望能让同学们认识这项创作 在本学期举办了运彩光影 曾淑禅脚胎陶艺创作展 与图书馆艺文回廊展览 这个东西是我自己自创的 所以没有跟老师学也没有拜师 所以在这个过程里面 我大概花了五年的时间 去思考这个作品 那个陶艺要怎么做 从开始做到现在 大概有十二年的时间 我总共开过了十六个个展 曾淑禅的脚胎又与一般陶艺不同 不是用机器旋转拉配而成 而是完全用手去修胚 因此非常耗时费力 所成就的创作也有着独一无二的形状和色彩 所以你看到的每一件作品 它不是画上去的 它是你切块的图 分别把组合起来 然后再把它堆砌成一个碗 然后再修配 曾老师也特别向大家介绍他的作品 红灰白花砍台锥形瓶 你看它的每一个颜色 它都是个别角颜色 然后再一块一块这样兜起来的 而且因为这个形比较不一样 它是头重脚轻 所以要成功的机率比较难做 另一个作品则是曾老师 未来想要继续挑战的形式 这个作品就是双耳三竹鲁 跟古代的一些的 他们做的品啊什么不太一样 以前可能做这个顶啊 或鲁都是铜器啊 或者是铁器 所以我现在是把我手学的 我能用的把它应用在这个上面 在展棋之中 还有举办脚胎陶衣创作讲座 吸引了许多对陶衣有兴趣的人前来听讲 希望能一窥曾淑蝉的创作手法 可以说对于陶衣的世界 开了另外一扇窗 因为我们以前在学陶衣的时候 大部分就是拉胚 然后上右 可是老师的这种 他的工艺的手法 跟我们之前所学习的是完全不相同的 所以来这边可以说收获非常的多 曾淑蝉的脚胎陶衣色彩充满韵律感 有些作品在灯光照射下还能透出光芒 大家不妨到图书馆一文回廊走走 近距离了解这份独特的云彩光影 中正一报张伟廷黄若馨中正大学报导